我們今天是12月13日 我們來行山 老闆我們今天走哪裡 我們今天?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在鳳凰徑 我們今天走鳳凰徑 第五段 會有姜山的深屈道出發 一直走到鳳凰徑 我們會經過姜山、凌匯山、觀音山 觀音山的地方 沿途有個廁所 我們可以先去廁所小街 接著就要乘上旅途 老闆先去吧 好 這裡有很清晰的指示 說是鳳凰徑 以及萬象堡 我們的終點 第五段的終點就是萬象堡 或者是龍仔五園那裡 然後要走第六段開始 才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大澳的地方了 應該都不太難走的 我們可以遠處看到現在鳳凰山 有些雲剛飄過 遮住了山頂 然後他就在我們對面 那裡 鳳凰山下來 走到這裡就是四段尾五段頭的開始了 他們就會經過寶蓮寺 心屈道沿著馬路走下來 那段路 然後我們就會慢慢上山了 好 你記不記在嗎 我不知道 今天 今天的路程其實我不太清楚 究竟 最後 會 見到什麼風景 你只是跟我說會見到山景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 OK 我完全沒有 我們沒有看過 之前的影片 哦 是啊 但是 我相信應該都不錯 小路出品 必熟街品 老闆今天沒有預習過 是啊 那段路應該不難走的 噢 我想可能 不是我看到他也有四顆星 是不是 觀景有四顆星 哦 觀景四顆星 好像三星 哦 OK 應該不太難走的 是 所以都OK 那我又沒有說 不喜歡難走的那些路 嗯 是啊 風景美麗就OK 沒有景體 哈哈 不會吧 你說有故 比較少 山景 是啊 那我們先走 剛才那幾張照片都很漂亮 嗯 可能只有開頭這個 最漂亮的 那這個是鳳凰境的第幾段 這個是第五段 那是逆行 不是順行 順行 順行 OK 拜拜 再見 再見 看到 比較開人的景 遠處有舊王姐住 那邊就是鳳凰山 另外有個小山的山頂 我們就沒有上去 然後後面那些地方 就是寶蓮寺的地方 再看過來 就看到大澳的景色 有隻小狗在這裡玩 原來就是小狗爬著樹 擺布置拍照 這麼厲害 哈哈 我們轉過來 就會看到石壁水塗 都很開陽 那 我們 等一下會沿著 那些山路 會上那些山頭 一邊 那邊 就會一直斑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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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 回去大澳那邊 那邊 那這裡就會有一些 很開陽的上頭景 那 應該我的風景也想當很開陽 那我就看到這個鳳凰山 也不錯 那邊也不錯 那邊也不錯 沒錯 對 那是比剛剛那個 那比較開陽一點 好 那 我只在看 往後面 可以 往後面 让我们一起打得很arks 有些芒草 還有一些鑰匙的石頭 還有一些美麗的 還有一些畜牌 哈哈哈哈 現在我剛才看到那些雲層層 在這裡 是的 可以看到 漢堡的超紅角 應該看到那些雲層層 以前我剛才聽說 我先看到那些雲層層 我們上到山頂了 我們上到山頂了 公一座山的山頂 應該是挺開揚的 我估山頂的景 我們遙遙對望 就會看到 雲良山 看到中九雅和西九雅 下面我們看到的景色 我們看到 開揚的 大漢男人的景色 我們 看到 上次的 索古噴道 就是索古噴道 我們看到 索古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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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是畫牆 不是學你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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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也有一個頭 它是動過尾 咦 一塊 是 是 不停 不停 我們好像 不知道是否你們去 還是這隻 因為這隻 還是有很多隻 不會 不會 他飛走了 25公里 哈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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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靈培山附近 就少了 和你吃了氣 這個 生咬鬼很大風 是呀 風 有點冷 因為吹著 所以 我們就吃完包 就繼續上火了 我們剛才經過 有一段 很多汪草的地方 這個地方應該是 比大東山更美 我們覺得是 還有呢 就 不用上那麼多山 又少些人 芒草又多些 是一個 美好的拍照 威力 我們現在吃東西 就再繼續出發 今天這段路 都是比我們想像中美 天氣又比我們想像中好 又不會太熱 但是沒有太陽 又不會太冷 所以 都是頗值得推薦的 我們就看到一些 芒草 現在 我們剛才走過的地方 是更加之多的 這裡已經是少了一些 但是 都是整個山頭都是 對 我們前面還有很多 對 我們前面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下一年可以來 想想 好了 我們就要繼續上路了 然後 過了 靈迴山 就應該開始下山 下去 接近大澳的地方 那我們就 開始進入 這個 旅程的尾聲 嘩 來到這裡 馬上沒有了 暖 暖 好 暖 好 那 好 我們又會先繼續省 老闆說 今天 這段路 有8.5分 是一個相當不足的 不錯的 不錯的路段 還有 它不是很熱門的路線 所以不會有太多人 所以 而且路也不會很難走 所以是OK 可以值得推薦給人們走 只不過是 可能是比較遠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 好 我們進入了這個 很默默的 芒草路段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裡的芒草 我們在接近這個 明明山的山頂 我們正式也有 再學了 我們呢 有時候會在遠足的山上 在我們 我們也會看到 遠足的紅紅山 我們也會看到 外島 前面就是一個 靈匯山的山頂 相信會是 應該有 比較開陽的景色 我們可以上去看一看 看看 我們先 我們先 上來 這就是 靈匯山的 對 這個就是 嘩!很開陽 這裡 看了 索古裙 另外 下面的山路很漂亮 摸下去 我們也會看到 有些很明顯的山路 是挺漂亮的 我想先拍攝 先拍攝 高雲 另外那邊就是 一些 爆火的路 我們也會看到 分流的地方 然後 我們也會看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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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走 來到龍仔園園 來到這個橋位 可以比較近距離見到這個地方 以前是平台樓局 我們就可以欣賞到 還有如果這裡有河花 有些山出來就會很美 現在只有河葉 有一段時間會有河葉 應該是挺美的 水都是活的 對 挺美的 因為有人餵食物 我們就看到這個停台樓局 上面應該有個別墅 或者有個廟 可能以前是有人居住的 私人秘庫 但現在已經荒廢了 或者沒有再被開放參觀 是有點可惜的 我們來到這裡 即是接近五段的尾 準備開始第六段的行程 然後就回到大澳了 好 我們就會先繼續向大澳進發 我們來到大澳了 為什麼要戴了口罩呢 因為疫情 我們回到市區的關係 為什麼要戴上這個口罩呢 但是你看前面這個 他剛剛不帶置證 為什麼不戴口罩呢 今天這個路是怎樣呢 今天路是不錯的 天氣比我想像中好 另外風景是 七乎意料之外 很漂亮的 對 路也不算實生之辣 各方面都很好 天氣也舒服 因為有風 所以走上來也不太舒服 好漂亮的 對 85分 你認不認同那隻肥鳥 哈哈哈哈 我一定會拍你 不知道啊 我一定會拍你 好 現在拍前面的 一隻 肥肥的雀 很細的雀 這隻雀 是 連白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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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幾個排水頭的海 現在水漲的水是在海裡湧入池塘 半海的紅薯籠 帶點養分進來 所以給了一些小蝦 蟹仔 還有一些野食 好像很多人 搭乘搭 可能是欣賞的白海豚 白海豚? 有嗎? 外面是有的 你看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小蝦 蠻難飛過 我正在飛起來 牠掉了一隻腳 牠很厲害 這裡有中華白海蝦 那些船在那裏上就應該開了 那是要收拾的 那些本地本光脫 還可以搞嗎? 不知道 現在不可以了嗎? 現在不可以了嗎? 你看那隻船已經倉庫了 那裏有一隻船已經倉庫了 近一點 那裏有一隻船 然後我們會進去大澳的大街 看看有沒有豆腐飯 不是一直喝的 只是他沒有開的 希望能夠吃 然後我們就完成了今天的行程 那你會給多少分呢? 我會給8.5分 所以風景是我意料之外的 那麼好 我剛開始以為全部都是在東窄 但後面也挺開樣的 所以加分吧 這裏真的有船會團 這個街頭 這個街頭 對 東窄 對 沙羅 對 東窄 對 對 對 這些可能是派對 是雜船 雜船 這樣就很適合 沒有可能是公園 公園 公園也會有大陰 超美味的 這麼好吃 這是我大陰 沒來 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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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